麥當勞 歡迎來到吃貨多集 麥當勞最近新出了一個產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走今天大家要來去瞧瞧 新出的產品到底吃起來口味如何 到底值不值得去購買吧 GO 台灣的麥當勞呢 就叫麥當勞 那大陸呢這樣好像叫金拱門 台灣有很多種選擇 不管是在早餐甚至是宵夜 選擇可能真的人真的會點穿點很久 老實說雖然最近物價上漲通紅了 但台灣的麥當勞還是有同反價的美食 供大家做選擇 而且台灣麥當勞的員工教育訓練都很不錯 甚至是外國人前來都可以感受到很友好的環境 台灣的出餐也還甚至連這種麵包都有可送頒麥卷 甚至是前陣子很香的肉桂卷也都有賣 如果是在一大清早來到麥當勞 我想應該會很是一個悠閒的時光吧 叫好取餐很快就買到餐點啦 走回家開銷 好啦我們餐點都買回來了 雙層牛肉寶餐 這是最新的天絲牌雙牛寶 我們來看一下麥家秀是長怎樣 剛剛看完了千絲的牛肉寶 我們來看一下市民場景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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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差不多但沒有那種效果對不對 我們要給大家看看 裡面的配料一樣就是這個牛肉 好千絲這個排在這邊 稍微看一下 是不是太好吃了 就是台灣的中暑 是說這個分量會不會太 再見 會員的超會大面 那我比較嘗試的是這個套餐 中程牛肉寶餐 那它會配一杯飲料 然後跟薯條跟一個這個 這個的話呢是我們台灣還有一個優惠的 那應該是說幾點一個會員的活動 所以不定時再去做抽獎 或是它不定時會送一些優惠券 就會送這種東西 那可奇怪 但裡面請問是想今天還會錯是這個炸雞 大概送的兩隻台幣三四十塊吧 走開槍 走啊 像這樣 雙層牛肉寶 它有兩塊肉 看到嗎 這邊一塊這邊一塊 啊拍下啦 紅cription 我猛忌 么 哦 清理 天然 六七 明天 都放得朝鮮 早餐 不要 難看 �想 不知道是你知道有哪四种吗 这里 我比较喜欢吃原味 那个这样给大家看看 算了 应该全世界都一样 如果是单手条的话是给这个 那像现在麦当老的话 搭入 幼娇金拱能的话 我们有这个活动 就是你自备环保杯 它可以折价台币几块钱 以前大概就是几点 其实没有什么吸引力 那现在有了这个 我觉得很好 大家会想要去做这个活动 帮助地球 也帮助我们的社会 麦当老当然大家都不陌生 因为它是一家连锁的跨国企业 而且是非常大型的 那它的产品 虽然是连锁 或在每个国家 还是各有差异 像是在一些回教国家 它一些猪肉类的产品 可能就会比较 是被规范的 那 当然麦克奇怪 我甚至在日本有吃过 台湾的还是比较好吃 甚至是台湾的炸鸡等等 我觉得口味还是多少 有一些些微的差异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风土民情 麦当劳应该也是有 顺着国家当地的规范 甚至使用一些在地食材 去做一些不一样的组合 所以呢 大家不妨回去试试看 甚至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那么国家的麦当劳 一些小特别的东西 那前面也给大家看到了 这次推出的新产品 维千丝 这个宝 我真的觉得没有到维千丝 是没有千丝啊 不过有兴趣的话 还是可以去试试看 现在一个宝也都不便宜了 真的是通通压力 很明显 让大家很有感觉啊 以我个人来说 我都是会选择要不要回购 那这次的产品呢 我可能就这次吃完 我就不会再去试了 给大家一个小建议 那吃过多吉 这次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就下回片 见